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有关利斯拉平的报道 Crazy在欧美和韩国反应不一样的理由 利斯拉平透过这次的Crazy活动 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市场取得了自身最大的成绩 该格区域9月14号进入美国Pillipot的哈白榜单第76位 并在接下来的9月21号榜单中再次排名88位 成功连续两周进入榜单 这是利斯拉平首次连续两周登上哈白榜单 而今年能够在Pillipot的哈白榜单上 连续进榜两周或以上的KPOP组合 除了利斯拉平之外,仅有BTS成员几名 而在KPOP史上,连续两周进入哈白榜单的歌手 十分稀少 如果将BTS和Pillipink成员的成绩归属到各自团队来看时 在利斯拉平之前 只有Sai,BTS,Pillipink,Nuji's and50505组达到该成就了 此外,利斯拉平的Crazy 也在欧洲最著名的英国官方榜单上取得了83位的成绩 这对于利斯拉平来说是历史性的突破 不过问题在于,Crazy在韩国内音源排行榜上的成绩 自8月30号发行以来 在美罗日榜的最高排名仅为第34名 当然这也是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跟之前利斯拉平的成绩相比确实不是很理想 所以媒体指出 对于同一首歌,韩国与美国欧洲的反应截然不同 这可以归因于团队本身的形象 也就是说,利斯拉平在韩国尚未摆脱今年4月 在美国Kochella音乐节上经历的现场演唱实力争议 再加上米尼锦海普的争议仍在进行 意外的造成了形象损害 这也成为了他们致敬 在韩国各种网络社群论坛上 无辜被批评的原因之一 相反,美国和欧洲地区的情况则不同 因为原本在Kochella音乐节 引发的现场演唱实力争议 在这些地区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美国Pilbo的杂志在表演结束后 将利斯拉平的舞台选为 Kochella第二天的最佳瞬间 英国的杂志也对他们带领观众 集体舞动的舞台礼仪 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 关于米尼锦海普争议 所造成的形象损害 有监测欧美反应的人大多会知道 欧美地区对于 为何德斯拉平卷入这场争议 并受到批评的情况 表示难以理解 尽管这场争议 在海外KPOP粉丝之间 也引起了一定的投论 但很难看到这些争议 具体波及到各个艺人身上 媒体表示 在某种因应上 这只显示了 韩国粉丝群体的一些特征 他们往往想要将 李斯拉平的Kochella 以及各种争议 在欧美日本市场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韩国市场 却非常容易收到 争议的负面影响 除了真正的批评之外 有很多人也只是为了黑而黑 就算之后 他们有何努力改进 但都不想看到 昨天李斯拉平参加了 韩国几所大学的校庆 反应真的是非常好 尤其是在Solangya的开卖清场 不管是在大学论坛 还是饭圈论坛 都是称赞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该校庆影片底下的留言 我并不是李斯拉平的粉丝 但看到这段表演内容 内心却感到无比动容 他们过去经历了多少艰难的时光 又有多么怀念人们的 姻缘与怀户声 这些我们无法轻易想象 然而看到他们 重新站在大众前面唱歌的样子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希望李斯拉平今后一切顺风 身体健康并且永远幸福 七首歌真的太疯狂了 有哪个爱豆在庆典上唱过这么多 完全就是迷你演唱会 虽然中间也有成员走音了 但看到他们进步这么多 真的让人感动到想哭 几个月来 只看到满是恶评的留言 这次反而看到这么多人的姻缘留言 我竟然快要哭了 真的很感谢大家 之前我不是粉丝 只是像听其他歌手的歌曲一样 随便听听看看而已 但今年年初看到他们受到太多攻击 于是到处找他们的影片和歌曲来听 结果就这样变成了真粉丝 我一开始看了李斯拉平在Kochela的Shots影片 说实话也有点惊讶 但越来越看到批评 逐渐变为无差别的攻击和嘲笑 我不知不觉中开始为李斯拉平加油了 李斯拉平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看到他们不为无理批评 依然努力现场演唱 真的很欣赏 我希望KPOP爱豆们即使有一点小失误 也能继续跟观众一起享受现场表演 不要被无理的批评打倒 我会一直支持李斯拉平的 希望所有追星的人 都能把精力用在自己喜欢的团队上 看好的东西听好的话 等之后回顾自己的追星时期时 希望那段回忆都是幸福温暖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